这一课我们来学习Ciclet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课的学习目标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Ciclet的数据库 第二个我们要熟悉数据库和表的创建 我们先来看一下Ciclet的数据库的概念 Ciclet是一款新型的嵌入式数据库 安卓和iOS开发使用的都是Ciclet的数据库 它占用资源非常的低 在嵌入式设备中可能只需要几百K的内存就足够了 并且它的处理速度比MyCiclet的数据库都还快 实际上这个Ciclet就是一个嵌入到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们的AP当中的一个轻量级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什么是数据库呢 数据库其实就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 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 数据库的存储结构其实和一个cell很像 它是以表为单位的 表是以多个字段组成的 表里面的每一行数据我们把它称之为记录 那么数据库当中的数据它是怎样来操作的呢 是通过我们的cycle语句 cycle语句其实就是结构化的查询语言 是最重要的关系数据库的操作语言 好的 我们在了解了cycle语句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进行数据库和表的创建 这里我们还是以demo的形式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在这个demo当中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名为test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在这个数据库当中添加一张学生表 表里面的每一条记录包括学号、姓名和分数三个字段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demo 这是我准备好的一个我们cycle语句的一个小demo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做哪些事情 这里我是生命了一个延迟加载的一个属性 获取我们documents目录的路径 这里我就不讲了 前面我没有提到过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表示是我们的这个 这是一个结构体啊 这表示是我们的数据库 它的这样一个变量 那这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表 这个是表示我们C语言的那么一个指针啊 因为我们cycle诈的话 数据的操作它是掉些C的API来处理的啊 这里我们需要在我们swift语言当中 跟C进行交互 那么在我们这个工程开始之前啊 我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来导入cycle语句库啊 我们点击我们的工程 然后我们选择这一项 这里有一个链接库 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里的话我们是需要把这个cycle语的这个库给加进来的 这里大家看见我已经加了啊 我们假设说我们没加的话 我们怎样来来加入这个库呢 我们点这个加号 我们这里搜索 搜索cycle语句库来的 这里的话就会出来两项啊 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其实这个啊 实际上这个3.0的话 它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引用一个指针啊 它是会指向我们这个本地最新的一个cycle语句 这个动态库的啊 所以我们导入这个下面这个就可以了啊 好的 在我们添加了我们的这个cycle语句库呢 我们还需要引入进来啊 这里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个桥接文件的啊 在这个桥接文件当中 我们是需要写这样一句代码 把我们的这个cycle语句库给引入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关于这个桥接文件我们怎样建立呢 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以这样一种工程的名 然后这样一种下面 后面是这样一种格式来直接创建一个头文件啊 当然我们还可以另外一种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留一个 留一个文件 我们建立一个内文件 在这个类文件当中呢 我们指定它是OC的啊 比如说我们随便输一个类名 当我们第一次去建立这样一个OC的 这样一个类的时候 然后系统会提示我们是否要创建这个桥接文件 我们点创建就可以了啊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类给删除掉 然后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 做操作是一样的啊 好的 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Secret的导入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大家可以看见啊 就像我刚才已经这里已经讲啊 这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 它是一个C的指针 在C的语言里面 我们不知道这个指针类型的事 我们就可以自己这样写啊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来创建或者打开一个数据库的吧 这里我们点在这里啊 好的 这里的话我已经 我还是输出了这个撒毫木的路径啊 因为我这个工程已经运行过了 现在我们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它的 我们再运行一下 应该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文件啊 我们先给大家运行看一下 好的 我把这个路径给复制出来 然后 我们前往 好的 我们点Documents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本地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叫Test Test这样一个 一个数据库的文件了 对吧 好的 我们回到工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样来做的吧 这里我们首先还是构建了我们的这个路径 这个数据库这个文件的一个路径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把它转成这个C的支付串啊 这里我们调这个双数 我们应该是这一个属性吧 我们调这个属性把它转换成一个 一个C的支付串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调这个方法 open了这样一个方法 第一个双数表示我们的C的数据库的路径 第二个双数呢 我们这里要传 我们传一个指针的地址啊 其实就是指针的指针 这是C语言里面的一些概念啊 大家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啊 我们调这个方法的话 它其实有两个作用啊 如果是说我们的数据库已经存在了 它就会打开我们的数据库 如果我们的数据库还不存在的话 系统就会为我们创建一个数据库啊 这里这个函数的返回结果 我们把它判断一下 如果不等于这个OK的话 就证明我们的操作是失败的啊 这里我答应输出一句话 然后我们关闭数据库 调这样一个close的方法就OK了啊 好的通过这样函数的话 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啊 我们如何打开或者创建一个数据库 以及我们如何来关闭我们的数据库啊 实际上在我们signize数据库的操作过程当中啊 我们都是需要 基本的流程都是需要先打开数据库 然后我们做我们的一些 基本的数据的处理或者操作 最后我们是需要 把这个数据库给关掉的啊 好的 到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 通过上面的分析的话 我相信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如何来打开 或者是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创建一个学生的表吧 在这个学生表当中 那我们 我们其实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的数据库是通过这个signize数据库 来进行操作的 实际上关于signize数据库的 更多知识的话 待会我会给大家一些 意见或建议 就是说会提示我们怎样来做 那么我们第一步 我们是准备这样一个signize数据库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是怎样做的吧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比如说我们创 create对吧 创建我们的表 假设不存在的情况下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signize数据库的 一个具体的写法啊 我们的名字把它叫student 然后呢 它这个表里面有哪些字段呢 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id id我们把它定义为整形 然后它把它作为组件啊 把它作为组件 并且它是自动增整啊 因为它是自动增整的 所以说后面我们在插入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来管理这一项的啊 系统会自动帮我们 给它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学号 作为test类型 姓名 test类型 然后我们的分数 整形啊 好的 OK 在我们准备好这个secret语句之后呢 我们还是需要把它转成一个 utf-8的一个字符串啊 最后我们再执行这个 这样一个方法就OK了 这个方法当中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secret啊 它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变量啊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 准备好的这个secret语句 后面的几个参数 我们 我们全 把它指定为near就可以了啊 好的 当我们执行了这样一个行数之后呢 大家 我们可以来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结果 如果啊 不是OK的话 就表明我们的操作有问题 我们就打印输出 并且把我们这个数据库给关掉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库啊 给关掉 好的 嗯 这就是我 这上面就是我们关于 如何的创建打开数据库 以及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创建表的所有操作啊 大家可以看见 也是比较的简单的啊 好的 我们这一刻的内容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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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